好一点吗 他说你是不上进的 你同意这个观点吗 我不同意 行 来 给你夫人打个分 满分 十分 我给他打五分 呀 都不及格呀 六分是 我给你夫人打个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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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听到最后 核心的矛盾点在于 是不是要回家学木工 但实际上呢 核心的问题是什么 我觉得是要解决 女士的心理问题 你一直在讲 第一 你的先生不上进 我想问你什么叫上进 一个月挣多少钱叫上进 你觉得 我觉得就七八千嘛 然后他就是有多 好 七八千一个月叫上进 您现在打工 您一个月的收入有多少 四五千 四五千 那我现在跟你讲一下 你现在在做小时工嘛 对吗 住家的阿姨 工资可以到六千 育儿嫂 月嫂 你可以去考个证 进行培训以后 可以八千到一万五 我刚才的这个规划 叫不叫上进 您为什么不去 因为我也学过 但是我的身体不好 也不能熬夜 讲到重点了 您的身体不好 您先生的身体好吗 太好 您先生的腰椎肩盘突出 我给你普及一下 我有腰椎肩盘突出 这个病没办法去根 就一阵一阵犯 犯的时候就平躺 养一段时间就好了 所以我经常录影的时候 我都会问 你们节目坐着的站着的 并不是说坐着 就对腰更好 而是我可以歪着 站着的话我站不住 您刚才讲的是 他去做保安 他在养啊 保安不需要站着吗 保安一定要站多少个小时 他有时候也站 有时候也坐 对 坐着站着都不行 就应该躺着 病犯了的时候 尊医主说躺半年 您两个月就让他去 您刚才身体不好 你坐不了月嫂 他身体不好 他就一定得出去 一个月挣七八千吗 将心比心 健康是第一位的 然后才是收入 这就是我讲的 如果我自己 没有办法达到那个目标 我就不应该同样地 去要求其他人 你把不上进三个字送给他 那按照我刚才的逻辑 我也可以说你不够上进 但其实是吗 它不是有客观条件限制吗 我们要从自己的身体 自己的条件 自己的阅历 自己的客观情况出发 然后再去讨论 上进还是不上进 所以你先生不上进的 这个问题没有存在啊 我觉得 他为了这个家一直多年在外面打工 把钱寄回来 可是我主要是还是想让他在家里面学 好 这是第二个问题 你主要想让他在家里面学 是你 您从小的人生经历 我读起来 一直是处于配角的这样的位置 事实上在姑妈家庭当中的孩子 我相信您一定不是最核心的那一个 不是 不是 嫁到婆婆家以后 一样的 在家庭成员当中 您不是最核心的那一个 所以从小到大 都没有掌握过话语权 现在好不容易 多年的媳妇熬成婆了 我说话你还不听 矛盾在这儿 你就能不能听我一句 我让你往东你就往东 我让你往西你就往西呢 这才是您的心结 您要解了这个心结 我们的幸福感才会更强